阿里巴巴持股的蚂蚁集团去年年底站换上市 据报内地正是调查公司当初为什么迅速获批上市 包括阿里创办人马云和国企股东的关系 蚂蚁集团去年8月底申请在香港和上海上市 两个月左右已经完成审批和开始招股 不过几日之后被监管约谈最终站换上市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说中央今年年初开始调查 为什么蚂蚁集团当初这么快获批上市 调查对象包括负责审批的监管部门 支持上市的地方官员 以至公司现在的大型国企股东 因为相信可以借上市获利 现在当局正是检视 为什么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和中国人秀等会入股蚂蚁 因为好像中投公司那样 投资目标原本主要是境外而不是内地的公司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这些国企股东的关系 也是审查内容之一 据报除非调查结束 蚂蚁根据最新监管要求完成重组 否则马云不可以离境 除了股东身份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监管部门的上市标准 还有审批程序 也都正受到审查 当中集中在上海科创版 暂时未知有没有官员要负责 中证监之后收紧上市要求 确保科创版的企业 业务一定要集中在科技 有国务院的顾问认为 事件反映部分金融监管和法规仍落后于市场发展 可能影响金融稳定 内地之后也都要求马云整改 申请成为金融控股公司 缩减消费贷款业务 回归支付业务的本源 加强保护收集到的个人信息 谭博分析公司股值可能由最多3200亿美元 降到最坏情况不够300亿美元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